关系后同事为了竞争财务总监 高揽了年底盘账的活 结果却做错了账 导致公司亏损一千万 被总公司发现 面临问责 江芷柔哭着向我男友求救 我就不小心打错了个数 没想到沈云姐妹帮我检查出来 我妈住院了 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男友温柔安慰她 没事 交给我 我来解决 当晚 男友提出让我替她顶罪 她说 沈云 你顶罪后辞职就好了 大不了就是行业封杀 正好咱们要结婚了 你可以安心做个家庭主妇 我冷笑拒绝 结果被情绪失控的江芷柔 从天台推了下去 临死前 我还听见男友安慰惊慌的她 没事 就说她引救自杀 正好推到她身上 再睁眼 我回到了江芷柔 大包大揽 接下盘账这天 秦总监 包在我的身上 我肯定能做好的 会议上 江芷柔信誓旦旦的拍胸脱 将年底盘账的活 全权包揽在了自己一个人身上 只因为现任财务总监秦彦 即将高升调去总公司 本公司的财务总监之位 就空缺了出来 不出意外的话 我会是那个 坐上财务总监位置的人 可江芷柔这个钢务公司 半年的关系户自视清高 没少夸赞自己能力 认定比我更有资格 当上财务总监 于是便在部门会议上 自告奋勇地 将年底盘账的活包揽了下来 前世江芷柔也是这样 无论我怎么劝告都无济于事 结果便出了差错 他在收入的款项上 多打了一个零 导致公司多交了 一千多万的税款 面对总公司的问责 江芷柔哭得梨花待雨 向我的男友周瑞求救 我就不小心打错了个数 没想到沈云姐妹帮我检查出来 呜呜 周瑞 我妈住院了 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呀 我亲眼看着周瑞在茶水间里 温柔地将江芷柔拥入怀中 吻向她额头 没事 交给我 我来解决 嗯 当天晚上 周瑞就提出让我顶罪 沈云 你顶最后辞职就好了 大不了就是被行业封杀而已 而且说到底 你是会计部经理 算是纸柔的上司 属下犯错 你这个纸属上司也有责任 正好咱们也要结婚了 你就安心在家 做个家庭主妇吧 我冷笑着 将她的行李丢在她的身上 直接拒绝 出事了就想起来 我是她纸属上司了 当初火急火燎就上传到系统 还跑到我面前 炫耀自己财务总监 位置拿定了的时候 怎么没想起来 我是她上司了 周瑞 我们俩完了 结婚 你拉着姜纸柔截去吧 这是我买的房子 拿着你的东西滚出我家 可第二天 我就被情趣失控的姜纸柔 从天台上推了下去 临死前 我还听见周瑞 不停地安抚着怀里的姜纸柔 没事 咱们就说她引救自杀 正好能推到她身上 我含喝而死 只恨不能手刃这对渣男剑女 没想到 我去回来了 还回到了姜纸柔大包大懒 接下盘账的这天 姜纸柔甜甜一笑 故意问我 沈经理应该不介意吧 我来公司半年了 一直在沈云杰手下干活 没能干出个成绩出来 好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也想为自己拼搏一把 我锤了锤眸 转动手中的钢笔 这是想安逢我 利用职权压迫她这个下属 还将本该属于她的功劳 强安在自己身上了 一旁即将高升的财务总监秦彦 淡淡地瞥了我一眼 又像前世一样 在会议上询问我的意见 我轻声失笑 总监 我没意见 紧接着 我话锋一转 小江说的对 他是新人 总得给新人一个锻炼的机会吗 之前在我手上虽然老出错 让同组的人帮他擦屁股 但毕竟是新人吧 大家都能理解的 我记得小江是高材生吧 读书的时候 记点4.0 那应该是能应付 一整个公司的年长的 秦彦抿了拧嘴 有些不悦地瞥了我一眼 那既然这样 就交给小江来做吧 前世我在会议上 直接点出了江指柔的不足 不建议用江指柔一人来做 结果秦彦反倒是斥责我的不适 还是将盘障的活交给了江指柔 我一愣 脑海中突然抓取到离析信息碎片 将只拼凑了起来 我轻声笑笑 顺着秦彦的话继续说道 不过嘛 小江毕竟是新人 理论知识再多 也比过真操实练 我手上的杂活也挺多的 也没空辅助小江 总监 我看不如找个审计部的同事 辅助一下小江 啊 不如就让周瑞来好了 周瑞和小江关系挺好的 整个公司的人 其实都知道我和周瑞在谈恋爱 听我主动提议 让周瑞和江指柔一块工作 大家的脸色纷纷微变 焦头接耳 小声议论者这两个人 周瑞脸色一白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语气有些慌乱 沈韵 我跟指柔就是正常的学长学妹关系 你别多想 我笑了笑 打住了她的话 那不正好你帮帮你的小学妹 而且我明明是在说工作的事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挑了挑眉 开向她身旁的沈机部的经理 张经理 你们部门的周瑞 工作能力优秀 能借段时间来帮我们部门的新人吧 周瑞之前没少和我吐槽 他们部门的张经理 跟自己有多不对付 能有这个机会 把周瑞直接赶出沈机部 张经理恐怕不知道有多高兴 果然 张经理特别爽快地答应了 我回头看向秦燕 笑着问道 秦总监 你看这样安排可以吧 秦燕微微点头 这事就算这么定下来了 会议结束后 我收拾好文件 转身就要离开会议室 周瑞大步走上前拦住了我 沈韵 你刚才 周瑞话还没说完 张智柔就跟牛皮糖一样沾了上来 拉过周瑞的手 冲我得意的笑笑 没想到沈韵杰挺会安排的嘛 果然人嘛 还是得有眼力见才可以的 不属于自己的职位 就不要抢求了 我先谢过沈韵杰了哦 谢 我冷眼看向张智柔 笑了笑 嗯 不客气 就希望到时候 他们两人都被问责的时候 还有心情笑得出来 周瑞甩开了张智柔 快不跟上我 沈韵 你刚才在会议上的提议是什么意思 我瞥了眼他 吃笑道 怎么 难道你对于我这个建议很不满意吗 可我看你那小师妹很开心啊 而且你不一直在我面前抱怨 被张经理压着出个老头吗 现在这么好的机会给你 要是你和江智柔都完美做好了这件事 公司对你和江智柔肯定会夸奖一番的 你不应该开心才对吗 说完 我立刻装作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 看向周瑞 故意提高声音 还是说 你知道你那位小学妹就是草包 根本不是什么学霸 所以根本不乐意接这个胖手山芋 周围的同事都下意识地回过头 看向我俩 周瑞慌张地就拉着我走到茶水间里 眼见没其他人了 他才烦闷地扯了扯领带 沈韵 我知道你是在介意我昨晚去智柔家的事 但我不是已经给你解释了吗 智柔家里停电了 他一个人害怕 给我打电话 我是他学长 我不能做事不管吧 你至于当着整个部门的人面前来阴仰我俩吗 沈韵 你能不能懂事一点 我不禁冷笑 他不提我都会忘了 还有这么一回事了 昨天应该是我的生日 但大晚上的时候 周瑞接到江指楼的电话 二话没说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说要去帮忙 无论我怎么挽留 他都义无反顾地离开 只能往得留下一句话 沈韵 你别闹 没记错的话 印象里这天早上 他们俩人还是一块来的公司的吧 所以周瑞是认为 我在会议上故意提起他们俩人关系好 是为了报复昨晚上的事 他真当他这个卵饭男 在我这很吃香吗 当初和他在一起是看中他有潜力 人也不错 在他追求我一段时间后 我便同意了 好长一段时间 我怕周瑞会因为职位比我低 而产生自卑的心理 没少花心思在他身上 可他吃我的助我的 现在还反过来只做闹脾气 连最基本的情绪价值都提供不了了 他真当自己是菜呢 前世要不是这个时候 我忙了年底各种的报表 早就和他提分手了 我忍着怒气 将周瑞推开了一些 周瑞 我跟你沟通是真费事 你那脑子比高速公路上的早高峰还拥挤 我都说得很明白了 我在和你谈公事 你非得扯私事 你怕不是心里有鬼 昨晚上爬上人家的床了是吧 周瑞一愣 脸上闪过一丝心虚 语气都虚了几分 你 你胡说 芷柔就是我学妹 昨晚 行了 我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现在是上班时间 你不忙我还忙呢 没事 我先回办公室了 他当我不知道他心底那点小酒酒吗 不就是江芷柔刚进公司那会 有传他是总公司副总的亲戚吗 可传言总归是传言 江芷柔确实是关系会进来的 不过这关系 可还真不在总公司 虽然我刚才是挺认可你的提议的 但我刚才去翻阅了一下 发现工作量很大 你既然是会计部的经理 帮忙做点账吧 我挑了挑眉 将账本推开 怎么 刚才在会议上 不是还细事淡淡地说 自己一定能做好的吗 这就退缩了 不是还想要财务总监的位置吗 就这 江芷柔冷笑 完全不装了 大大咧咧地坐在我对面 还将脚抬起 靠在了桌上 沈韵 我还以为你想开了 有眼力见了呢 怎么又开始装怪了 你可别忘了我的身份 我说啥你听着 去做不就行了 你瞎逼逼个什么呢 周瑞说之前都是你盘账 你有经验 我这是看得起来 才分点活给你做 不然 我要是不乐意了 你就等着被收拾吧 我不以为意的笑笑 看来 是周瑞跟你提一个吧 周瑞知道你是个草包 他被你拖下水 便怂恿你分点账给我 到时候真出事了 被问责起来了 他也好甩锅 江芷柔气急了 一脚踢在了我桌上的水杯上 你怎么说话的你 你说谁是草包呢 我看你就是欠收拾 他突然贴了眼神后 出我绩效 硬生生打了自己一把掌 江芷柔连忙捂住了自己的脸 鬼哭狼嚎 呜呜 沈经理 你喧话归喧话 怎么可以打我呀 下一秒 周瑞就冲了进来 沈韵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凭什么打人 你知不知道打人是犯法的 你要是不想这是被传出去 就最好跪下跟芷柔道歉 对 还有这盘账的活 你自己去跟总监说 归你审核 我是审计部的人 这本来就不关我的事 你别认为我是你男朋友 你就可以随意使唤了 你这是月拳 我冷着脸站起身 一巴掌打在了周瑞脸上 哟 你还知道你是我男朋友呢 知道还在我生日当天晚上 跑去陪江芷柔 现在还叫我跪下 给你学妹道歉 周瑞 这里是公司 我职位比你高 你就是这么跟我说话的 更何况 这工作是你的好学妹 自己揽下来的 总监也同意了 让你辅佐 你要是怕被坑 你自己去找总监说去啊 我拿起桌上的手机 江刚录制好的视频 直接连着发在了 所有的公司群里面 我笑着看向江芷柔 提醒他看手机 小学妹的演技切换自如 还好我有先见之明录了视频 这下全公司的同事 都能看见你的演技了呢 江芷柔 我看你也别抢什么总监之位了 还是赶紧演戏去吧 江芷柔一愣 和周瑞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默契地掏出了手机 不到十秒 江芷柔生气地瞪向我 你居然敢录视频 还发到公司群里去了 你赶紧给我撤回 说着他就要抢我的手机 我笑着侧开了身子 瞧了眼手机 哎呀 不好意思 超过两分钟了 撤回不了了 江芷柔瞬间慌了 生气地跺了跺脚 哭着就跑出了办公室 周瑞瞪了我一眼 指着我大骂 沈韵 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就这么欺负你的下属的 你怎么这么恶毒 我简直是看错你了 我冷笑着将手机丢在了桌上 拽过了周瑞的领带 周瑞 你要是不想晚上睡着的时候 被我用针缝起你的嘴巴 你就最好现在开始 把你的嘴巴闭上 周瑞愤恨地掰开了我的手 理了理自己的领带 才不屑地说道 沈韵 你当我是下大的吗 我将高跟鞋 直接踩在了他皮鞋上 死死碾压 怎么 你要挑战一下 你看我做不做得出来啊 或许是我的表情太过可怕 又或者是我踩得他太疼了 周瑞恐惧地推开了 哆哆嗦嗦地放了几句狠话 就往外跑 我叫来另外一个同事 让他把我桌上的账本 全都丢将纸楼桌上去 想让我再当次替死鬼 没门 要死 也是他们两个死去 等账本都被拿走后 我索性关上办公室的门继续工作 中途我去茶水间的时候 还听见其他同事在讨论 我在群里发的那视频 基本上都是吐槽姜芷柔和周瑞的 哇去 你们部门这姜芷柔可真会装啊 平时看着卵蒙小甜妹 私底下结果跟小太妹一样 岂止呢 我看他就是个戏精 我早就烦他了 仗着自己是关系户就为非作歹 工作也不好好做 经常要我们加班 给他收拾烂摊子 我看他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仇 我怎么办 那他是不是跟沈经理男朋友有点啥呀 你看视频里面这两个人 哎 沈经理这么优秀的女性 怎么偏偏眼瞎呀 我无奈摇头 转身拿着杯子就走了 我倒是想直接跟周瑞提分手 可光是现在这样还不够 我连他们勾搭在一起的确切证据都没掌握 光是这么一点闲艳碎语 哪里能影响到这两个后脸皮的 我要的 可是让他们鸣声扫地 临近下班的时候 有同事突然来找我 说请总监请我过去 我抿了拧嘴 放下了手中的工作 往秦燕的办公室走去 秦燕严格来说 还算得上是我的师父 我进这家公司以来 一直是秦燕带着我 不过这个师父的水平吧 可就掺杂了一些水分了 常常我遇到不清楚的地方想要询问他 他便无辜的眨眨眼 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你百度一下或者问问其他同事吧 他倒也不是没能力 只是能力有限 再加上他后来升迁当了财务总监 将活全都交给了底下人去干 专业知识早就忘了 不过这么些年来 我和秦燕倒是相近卢宾 他也挺认可我的能力的 直到那个人的到来 果然 我刚到秦燕的办公室 就看见坐在一旁哭哭啼啼的姜纸柔 还有默默站在一旁瞪着我的周锐 我视而不见 走到秦燕办公桌面前 总监 找我有什么事吗 秦燕愤怒地将他手机甩到我面前 你还有脸问我 你看看你自己做的什么事 偷拍同事 还擅自发送到各个公司群里 侵犯他人肖像权 你还问我什么事 沈燕 你平时挺会做事的 今天这是做什么 行了 事业致辞也撤回不掉了 你自己回去写一万字的检讨给我 再在各大工作群里面发表出来 我冷冷撇了眼一旁 幸灾磋祸的姜纸柔 转头反问秦燕 那我想问问秦总监 我又要以什么理由来解释 视频里面沈女士的疯癫行为呢 总不可能 说他这是在跟我演戏吧 姜纸柔哽着脖子大声反驳 怎么就不行了 沈经理 你也不想被我告到法院去 告你侵犯了我肖像权吧 我吃笑 缓缓摇了摇头 很抱歉 秦总监 我做不到 我怎么能昧着良心说谎呢 那以后 岂不是谁做错了事 撒个谎就可以掩盖过去了 那是不是贪污了公款 也能靠说谎员过去啊 秦燕皱了皱眉 心虚地一开了视线 我笑着继续说道 姜纸柔 你自己愚笨就算了 你总不可能当全公司的同事 都是傻子吧 你这借口 你觉得会有人信吗 周睿不满地在一旁插嘴道 你管那么多干嘛 总监叫你 做你就去做就是了 我冷着脸扫向他不屑说道 周睿 这里哪里有你一个普通员工 可以插话的地方 周睿一愣 气得面红耳赤 死死攥紧了拳头 这可是他最介意的事情了 毕竟我和周睿 差不多同一时间进的公司 我早就升迁当了经理 他却只能当个普通员工 以前我还会在意他的感受 现在 没把他按在地上 打都算是我很有礼貌的了 我回头看向秦燕 笑着说道 师傅 这谎肯定是没办法说了 毕竟有好些同事 都看见我被你交进了办公室 这突然说出这么搞笑的借口来 你说 大家会不会联想到你的身上呢 师傅 你也不想在去总公司之前 传出个什么流言蜚语 影响到你吧 沈韵 你是不是想接我的这个位置了是不是 我笑着看向秦燕 反问他 有僵纸留在 你真的会把位置留给我吗 秦燕瞬间慌了 警惕地看向我 你知道些什么 我无辜耸耸耸肩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秦燕一直未婚 我就笑着问了他一句 结果秦燕特别慌张地向我澄清 不是亲的 是我朋友的孩子 当时候我也没多想 后来工作忙起来了 自然也将这事抛制脑后了 后来江志柔刚来公司 就被传世总公司副总的亲戚 江志柔也没少账累之身份 在公司里作为作福 不过前世江志柔因为做错账 被总公司问责的时候 那位副总可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反倒是秦燕着急地去了总公司好几次 不过秦燕看着和江志柔相差的岁数 不会十几岁 我回头看向秦燕等待他的抉择 秦燕死死盯着我扮上 缓缓坐在个椅子上 沈运小江说的对 你也太没纪律了一些 群里的视频暂且不论 但你今天的态度令我十分生气 这个月你的工资没有了 还有你手上的活都交给小江来做 你别以为你仗着自己有能力 就可以胡作非为了 我可是你上司 你要是不满意 那你可以走人 我眯了眯眼笑了 威胁我 真当我很看重这个公司 有能力的人还怕找不到工作吗 一旁的周瑞又冷不丁地插嘴 沈运你还愣着干什么呢 还不赶紧和总监认错吗 难不成你还想辞标工作 等着我养你吗 我不耐烦地择了一声 很想一脚踹到他身上去 怎么哪都有他来插话 真当自己是人形弹幕机呢 在这里找存在感 我冷着脸 正想取下胸前的工作牌 就听见门口一道雌性的男生 吸血地说道 呦难得过来一趟 就看上戏了 我记得你是叫秦燕吧 沈运这么好的胚子 你都不要啊 那我可得拿走了呀 我正了正 回头看向门外 下一秒 本来还坐在办公里上的秦燕 猛地起身 屁边屁边地跑到了魏巡面前 第三下四 小魏总 你怎么来了呀 哎 实在是让小魏总见笑了 我这在问责自己的员工呢 怪我怪我 没交好员工 员工都敢跟上次顶嘴了 魏巡挑眉笑笑 单手插都走到了我面前 正好路过 记得我的老同学在这个公司上班 我上来想跟老同学叙叙旧 沈运 我说给你发消息 怎么不回呢 结果在忙呢 不过这都到下班时间了呀 怎么说 一会有空没 我们聚聚呗 秦燕脸色惨白 眼神不停地打亮着我和魏巡 沈运你 认识小魏总 魏巡笑着说道 秦总监 你是年纪大了 听不懂话了吗 沈运 我的老同学 所以现在可以放人了吗 他说我挑了挑眉 走吗 我点点头 好啊 毕竟我也有事想要问他 看秦燕对魏巡这态度 想也知道魏巡是总公司的人了 还叫他小魏总 我和魏巡正要离开 周睿却又突然拦住了我们 沈运 你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这个男人是谁 没有我的允许 谁准许你单独和其他男人去参的 我无语地笑出了声 鄙夷地打亮了一下周睿 周睿 你没事吧你 我想跟谁就跟谁 用得着你允许的 我瞥了瞥他身后 一脸不甘地将纸揉 微微勾起唇角 我尊重你和其他异性单独相处 麻烦你也尊重一下我 谢谢 你要是觉得今晚无聊 你可以邀请你的小学妹 共进晚餐 哦对了 今晚我估计结束很晚 我就不回家了 我挑了挑眉 直接拉着魏巡就离开了 上车后 魏巡才缓缓开口问我 你男朋友 快分了 我低头打开手机app 特地将家里的摄像头 调整了一个好的角度 不出意料的话 说不定今晚上我就能看到 我想看到的东西了 魏巡找了个公司附近的餐厅 请我吃饭 点好单后 我直接挑明了问他 你是总公司的人 魏巡轻声笑笑 嗯 我家的公司 所以严格算起来 我也能算得上是你的领导 我愣了愣 有些头疼 我是真没想到会这样巧 一开始 我本来想的是 让江芷柔和周睿一块负责盘账 到时候出错了 他俩都逃脱不了责任 总公司我倒也认识几个同事 我到时候和总公司的通通气 也能将这两个人收拾掉 自己坐上财务总监这个位置 毕竟就算公司损失了一千万 那跟我也没关系 公司又不是我的 我一个打工人 为什么要替公司考虑正周全的 打工人去同情资本家 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可仅仅一天 就发生了秦燕威胁我的事 我所幸就不想干了 走了还更好 到时候他俩这烂摊子 想甩锅都没人甩 哪知道现在又让我知道 这家公司 居然是大学同学魏巡家的企业 这就很令人头疼了 不说吧 良心过不去 毕竟我和魏巡的关系还不错 说吧 又该怎么让人家相信自己呢 魏巡挑了挑眉 笑着询问 想什么呢 我抿了抿嘴 苦恼一笑 我在想我未来出路啊 你刚才在办公室门口 不也听见了吗 魏巡掀细的手指敲了敲桌面 我就听到一点 你说来听听 我将江芷柔主动包揽过 眼底盘障的事 简单的和魏巡说了一下 哎 小魏总 既然这是你家的公司 那你可知道江芷柔这个人 他刚进公司那会儿 可是谣传他是总公司副总的亲戚呢 不过 你说我把他和中瑞的视频 不过江芷柔这个草包 把盘障的事情交给他 也不知道得造成公司多大的损失 魏巡抿了抿嘴 冰冷地问道 你那个男朋友周瑞 什么情况 我一愣 没想到他第一反应竟然是问周瑞 我可是在故意透露 秦燕和江芷柔的关系啊 我揉了揉额头 不在意的挥挥手 这不摆明了跟江芷柔勾搭在一块了吗 我等着找他俩的证据 在当众打脸替分手的 魏巡嘴角微微上扬 那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倒也不用 我估计今晚就能拍到他俩啪啪啪的视频了 明天我就去辞职 再顺便打脸 免得再待在这个破公司 等一下江芷柔犯错了 还给我来背锅 魏巡不吭声了 低头拿着手机发送消息 过了五分钟 他才抬起头 笑着向我伸出手 那来总部吧 沈小韵 我挑了挑眉 内心其实毫不意外 我本来就是故意这么和魏巡说的 他之前听说我在做会计经理 好几次都怂恿我 让我去他的公司上班 说福利待遇特别好 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魏巡说的公司 就是我现在所在公司总公司 要是早知道 我早就跳槽了 其实前世当周瑞叫我替江芷柔顶罪的时候 我还问过魏巡 想直接跳槽走人的 可惜还没来得及 就被江芷柔推下了天台 我和魏巡吃完饭后 就准备回我的另一套房子 魏巡开车送我回去 下车后 我还是没忍住问了他 魏巡 要是江芷柔犯错了 导致公司亏损上千万 你会现在开除他吗 魏巡无所谓的耸耸肩 这不还没亏损吗 现在就开除 岂不是没戏看了 而且一千万而已 亏就亏了吧 我瞇了瞇一眼 轻微点头 早点休息吧 等我明天忙完了联系你 直到我进家门 走到窗边 才看见魏巡的车离开了 我静静地望着他离开的方向湿了湿 我刚才和魏巡说的 可是上千万 没有说具体金额的 第二天一早 我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了家里的监控 果然看到了我想要的 我默默保存了下来 打车去了公司 我将昨晚上 你好的辞呈打印了出来 直接放到了秦燕桌上 秦总监既然打算 无辜扣我这月的工资了 那我想我也可以拒绝 和其他人交接了 辞职信就给你了 我先去找HR办离职手续了 秦燕皱了皱眉 大声叫住了我 沈运 你也太没有规矩了吧 你别以为你和小微总认识 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要不是有我提携你 你哪有今天的成就 他一愣 随即反应了过来 沈运 你是不是昨天在小微总面前 说我坏话 怕被我报复 所以赶紧跑路呢 你最好别被我发现 我要是晋升失败了 我是有能力让整个行业拉黑你的 我实在惊叹他的想象力 不过从某种程度来说 他确实也算是说对了一半吧 我笑着取下了工作牌 丢在了他的桌前 秦燕 你有之前功夫 还是管管你家的姜芷柔吧 他那草包能力还盘障呢 我笑着潇洒地踩着高跟鞋就走 回到自己办公室 整理起自己的个人物品起来 刚收拾好走出办公室 就碰到了文迅赶来的周瑞和姜芷柔 姜芷柔高兴坏了 幸灾乐祸地靠在了周瑞身上 沈经理 可真有骨气啊 宁可被辞退也不肯认了错 佩服佩服 不过你这一气用事 可就给了周瑞学长太大的压力了吧 你这平时大手大脚惯了 一时没工作了 总不能让学长养你吧 我冷笑着 将手中的纸箱放在了地上 拉过姜芷柔的头发 直接走到了部门的宫位上 姜芷柔 我看你这只三当三 当得挺得意的呀 我寻思 我跟周瑞还没分手吧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想上位了 哦不过你放心 这种垃圾男人也就你稀罕要 解救很大方的 这种男人 让给你啦 我笑着将姜芷柔推倒在地上 赶在周瑞跑过来之前 拿出手机 将早就准备好的视频 发到了所有的工作群里 就这手速 熟练地让我自己都心疼自己 我笑着冲周瑞换换换手机 周瑞 要不说你傻呢 我说我不回家 你就真敢带个小三回家趴呀 哎呀 还好我当初买摄像头的事 你不知道呢 周瑞 给你三天时间 从我的家里搬出去 你个软饭男 我们完了 周瑞拧了拧眉 低头看了眼手机 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周边的同事也看见了 纷纷讨论起来 一惹 好恶心啊 渣男贱女 我呸 这周瑞怎么干的呀 你听 居然还跟姜芷柔吐槽 沈经理太过强势了 我呸 白眼狼 恭喜你和姜芷柔 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 一辈子所死哈 可别去祸祸其他人了 周瑞慌张的拉过我的手 心急的说道 沈韵 你听我解释 我无语的甩开了她的手 在一旁抱起我的纸箱 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 等上了车 我才看见群里秦燕还在挨托我 叫我撤回 笑死了 我都辞职了 谁还听你的老巫婆的话 我直接将公司群全部退掉 发疯的感觉真爽 我处理好这边的事后 就联系了魏巡 直接入职总公司 好巧不巧 魏巡给我的职位 就是秦燕未来升迁到总部的职位 也就是说 我把秦燕的职位给抢了 这中途 周瑞联系了我好几次 我都没有搭理 我叫了家政 直接将周瑞的行李丢了出去 还换了锁 他估计就是为这事联系我的 不过来总部后 我的工作就更忙了 也就没空管周瑞他们后续的事了 很快 分公司的财务报表就递了上来 和前世一样 江志柔还是犯了另错误 我直接指了出来 魏巡便派人去问话 当天下午 我就接到一通陌生电话 接起来我才知道是周瑞 喂 沈韵 你最近在做什么呢 还不赶紧回公司 我笑了 周瑞 我看你记忆里也不太行啊 我都离职多久了 你现在叫我回公司 电话那头 直接换成了秦燕的声音 小江啊 是这样的 你当初辞职走得急 很多工作上的事都没有交接 咱们好歹这么大的公司呢 你在公司也待了这么多年了 也算是你办个家了吧 你对家里人不能这么绝情吧 公司也给了你这么大的平台 你应该懂得感恩才对 最近公司缺人 我看你还是先回来干着 怎么样 我无语地翻了个大白眼 我就不懂了 秦燕职位在高 那本质上不也还只是打工人吗 你一个打工人来 托另外一个打工人 想些啥呢 不怎么样 我看你们是出事了 才想起来还有我这个冤种吧 不好意思哈 我现在的工作很满意 薪资也比以前高 我可没蠢刀放弃现在的工作 我连忙挂断了电话 拉黑山除一条龙 不到三天 秦燕就带着江芷柔来总公司了 魏寻还特地叫我过去看戏 于是我到魏寻的办公室的时候 就正好看见秦燕痛哭流涕的跪在地上 小魏总 小江他只是孩子而已啊 这是他虽然有责任 但主要问题 还是在我们离职的那位员工啊 啊对对对 你也认识啊 就是您的老同学沈韵啊 他身为小江的直属上司 没有好好教导小江 也没有检查好 就上传了系统 这都得怪他 我轻笑 敲了敲门 是在说我吗 秦燕和江芷柔齐齐回头 看见我时 面露诧异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笑着走到秦燕跟前 将手中的报表丢在了他面前 这问题都是我发现的 你说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魏寻笑笑 从椅子上站起来 理了理西装 插都走到我旁边 老同学面临背词的风险 我就心软的把他挖过来了 秦总监 不会是这点事我都要给你禀告吧 哦 忘了说了 我看小韵能力出众 原定你的那个职位 我要小韵接下了 秦总监 你没意见吧 秦燕脸色惨白 颓废的瘫坐在地上 我抿了口水 好整以侠的开口 秦总监 我当初可是提醒过你的 我瞥了眼他身旁震惊的 说不出话的江芷柔 轻声笑笑 江芷柔 个人行为造成公司巨额损失 公司可是有权利追责 所要赔偿的哦 不过周瑞不是和你一块 负责这个账吗 好消息 你俩可以平摊一下债务 一人五百万 江芷柔是秦燕的女儿了 秦燕几近崩溃地抓住了我的脚 爱生祈求我 沈韵 你看在我是你师父上 你帮帮小柔好不好 小柔是我 她是我和我叔叔的孩子 我一直对她很愧疚 我知道是我没教好她 才犯了错 可她还只是孩子 我冷漠地踢开了她 所以你们三个就合计 给我打电话 想托我 让我回分公司 帮江芷柔背锅 我管她是你跟哪个近亲生的私生女 跟我又没有关系 自己犯了错 自己就得受惩罚 这上学的时候 老师都教过的吧 魏寻直接请人 将江芷柔和秦燕打了出去 至于后续会如何 就不是我能插手的了 公司的法务部自然会出手 这天下班我刚出公司 就看到弄气冲冲的周瑞 沈韵 你是故意整我的 让我故意和江芷柔一同负责 好让我和江芷柔一块单责是不是 我挑了挑眉 反问她道 你有什么证据吗 犯错的可是江芷柔 她要不多输入一个零 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错吧 你不怪她 你跑来质问我做什么 周瑞愤怒地从兜里掏出了水果刀 直接向我冲了过来 你少他妈狡辩了 不是因为你的提议 我怎么可能会被牵扯进来 沈韵 你给我去死 我一愣 正准备躲开 却猛地被魏寻拽到了一边 他愤怒之下 还捕了一脚 直接把周瑞踹出了三米远 很快 一堆保安冲了出来 按住了好不容易站起来的周瑞 魏寻着急地拉着我 检查了好半天 才松了口气 还好没事 你瞎站着做什么呀 跑啊 我抿了你嘴 待站了好一会儿 才平复了心情 差一点 就又要灵魂归系了 我看像还被按在地上 不停叫嚣的周瑞 气得踏着高跟鞋 就踩到他脸上 你瞎叫唤的什么劲 周瑞 你好歹是审计部的 连沈芷柔这么基本的错误 都没检查出来 就让他提交了系统 你不被追责谁追责 我听说因为那段视频 你和沈芷柔在公司 没少说白眼吧 你俩着急地想证明自己 结果酿成大错 我只能说活该啊 还有 你刚才那可是故意伤人 你等着坐牢吧你 周瑞因为故意伤害未遂 被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三年其实不算太长 但周瑞就算出来了 还面临着五百万的赔付 以他的能力 他这辈子都完了 江芷柔也被公司告上了法庭 要求他赔偿公司的损失 他因为拒不缴付 被法院实施了强制执行 江芷柔名下的所有资金 全被冻结扣除 连带给秦燕的钱也被划走了 秦燕的工作也黄了 总公司的人查出来 他涉嫌奴用公款 他也被一并告上了 法院要求进行赔偿 这母女二人也算是整整齐齐的了 等这些事都忙完后 我直接找到魏巡摊牌了 跟我猜测的一样 他跟我也重生了 但我还是很不理解 你都重生了 为什么不去阻止这一千万的损失 反而任由我闹呢 魏巡笑着晃了晃手中的酒杯 这总得给你机会让你报仇吧 而且这一千万不得要回来一些吗 一千万换你的命很值 我抿了抿嘴 没在刨根问底 成年人之间 不需要说得太过明白 但我暂时并不想捅破这层指 不过经过周磊袭击我这事 让我吸取了教训 我果断报了课程 去学习一些能够防身的 提高一下我的身体反应能力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我可不想再死翘翘了